公司陆续公布业绩 其中京东公布了第一季业绩 收入按年升了3.9% Longip的顺利升了3.3% 有40亿好市场预期 管理层透露到4月1日 年度用户已突破5亿 留意在反映盈利能力 Longip的经营利润率和伊比达利润率 其实都下跌 大家会关注公司未来的赚钱能力 你又怎样看京东份业绩收不收获 和接下来股价的走势呢 其实京东份业绩是OK的 好像Irene你这样说 但我想京东我们一直都说 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好的东西一直都拆了出来 就变成了 剩下的京东 其实很多人来说就不觉得特别吸引 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京东的股价 一直都不算特别强 譬如之前可能是京东健康 接下来就有京东物流 所以这件事可能很多人之前去买京东 某程度上都是买过物流的业务 所以现在物流都会拆出来 其实可能真的京东 变成了留意的价值就会低一点 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 这间公司最值得担心的地方 如果你说纯粹看业绩的层面 其实是绝对不差的